抽訣 红色方最高倍数 5034 这个分数可以 我就没上过 草莓是 4685 红色方是草莓 然后蓝色方是杰 这样的话草莓是过了很久才下了一个公主 这样的话看杰这边应该也是一个 我也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 建筑油或是一个高费 火球咬下来 那这样的话那草莓应该是一个低费卡组 低费应该是个低费卡组 要么就是无限值的 这样的话 这个应该是一个建筑 他连续下有两个建筑 这个有点失误 这样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建筑的时间 已经被苏小囊很短了 这样的话他等于白费了一个三费的 三费加工炮 索性直接往左边放了 果然用猪了 我低费卡组这个猪肯定还是要用 对 最强力的一张 这波的话草莓小算一点 但是火球直接加两个红了 这个 但是现在草莓这边因为是第一费卡组 是没有采忌器的 我们现在的费应会比较输入 因为对面已经有两个采忌器 再放好它掉了 而且他现在草莓这边只有一个公主 和一个火球可以这个 范围伤害 如果对面把费用三费以后 开始各种下房子 然后草莓这边只能用火球去解放 但是那样的话就很难解释那个进攻 再火箭加一发 然后就这样的话 如果是个建筑卡组的话 草莓的这个野猪很难打出进攻 因为毕竟是两张箭两张 然后草莓也没有带 对面有加农炮 对有地狱塔加冬炮 然后还有两个房子 对 只能看草莓就一张可能是冰冻 但是这冰冻很难用出手 因为它很难就动到三个箭子 就是荒冠塔和这个地狱塔加冬炮 很难同时动过 有采忌器明显优势很大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采忌器在比较比较的时候 选择率是很高 继续火箭开始大 其实以前玩的时候 没感觉的采忌器已经做得很特别大 对 现在发现了 这个剑语撞爆了 这个剑语撞爆了 这样的话这个野猪明显打不进去 因为是有房子 然后有雨伸风炮 还有个地狱塔在宠里撞着 这样可以就靠火箭来 对对就是火箭和这个房子来耗取 然后逼你去用飞龙防守 而且你这边下野猪呢 这边见到也多 对 应该打不到 应该是打不到塔的 只能是拿这个火球做一个小好 但是这波 应该还是没什么机会 因为现在Jeff这边的费用不太多了 反正可以先下个火箭炸一下 亏6费 但是采忌器赚的费用还是可以 他还是可以很轻松的 这个把对面的这个技能给解掉 再打一波 这个应该是不会被房子吸引的 一直以后 再下一个加度 和几率一把 感觉还有一次机会了 对 只有最后一波了 拖到下次火箭就结束了 但是很难很难 现在还有三张牌就抓火箭了 难怪这边已经采集往前置了 对 就是瑞德皇你这个野猪来 对 那耗火踏水 只要是Jack这边黄柱 然后一发火箭就有了 没办法 火球跟火箭对砸 对啊 火球砸不过的 这第一把的话还是恭喜Jack 为HK Esports拿下一分 觉得Jack的话 其实低费卡组碰到高费 碰到高费卡组很好的 但是这个 对 其实我们想想 高费卡组 但是低费卡组碰到这个建筑卡组的话 就很难打了 其实有一些东西给我们 事前猜一下还是有些出入 对对对对对 我们以为低费卡组还是挺厉害的 结果碰到某些东西还是会 会 会碰钉子 碰到这种算是半自闭流 嗯 野猪还是很难打 而且低费卡组还是不能带闪电的 之前我们也说了就是闪电会比较克这个建筑油 但是 低费卡组没有闪电可以用 所以也没办法 嗯 接下来第二场比赛看一下双方会是怎么样的卡组 其实卡组确实非常重要 但其实我觉得选手临场发挥也挺重要的 对对 因为他们肯定是没有练过这种 莫名其妙的卡组 对刚才就没有练过 第一次玩这种卡组 对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也不错 挺好玩的 对对对 这个模式也是 也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的 现在第二场比赛开始 还是红色方草莓蓝色方这样 现在蓝色方好像是低费卡组吧 因为他用了个哥布林 哥布林的话不是这种单兵 哎这个冰冻 这个冰冻 这个冰冻白浪费了四费 老年兵 哈哈哈哈 老年兵 这样的话草莓这边是小专一勾费啊 对 但是他只能用公主前置去耗下茶区 这个反而意不大了 哎现在草莓如果是有这个采集器的话 他再加上他前期这个掌声能力要多 我感觉这个草莓还是 比较有希望赢得胜利的 我这一波也不要好 我只看这一波 对 拉一下 主要是要看草莓这边有没有 呃 这能不能合理的去防守里面的这个猪和冰 嗯 这边是一个低费卡组 对 这边是低费卡组 然后草莓那边我看应该以 应该是一个无限者 对应该是一个无限者 对应该是一个无限者 对 带了个石头人 哦那他作为一张他应该是毒石了 应该应该是毒药 应该是毒药 应该是毒药了 所谓自创的嘛 对吧 对对对对 所谓的自创 我觉得这个冰冻还是很难守这个石头人 对 对没有什么可以真正能够应该说认他 因为受人分裂之后还有爆炸 对对对对 不过他有一张冰冻倒是可以配合防守 嗯 哎他下了一个野猪 他在这边野猪下了有一点 有点着急了啊 怎么结 他在想进攻一攻 那这边的话他反正说白送了一个四费 这根本守不住 根本两个公主疯狂出车 这一锅应该是 在完全守不住了 但是已经没有费用了 没有费用了 小皮卡啊 应该想直接把这老家砍掉了 最后一刀 漂亮漂亮 恭喜草莓拿下了这个第二把 一个无限者打爆了一个第一费卡手 嗯 对 的 感谢观看